我們已經吃飽飯了 剛剛去吃了台東有名的米苔木榕樹夏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搭車來去資本站 然後再從資本到波浪大道 台東的天氣超舒服的 台北這裡的天氣超級冷 然後我們來台東 你看我現在穿車衣車褲 都還滿熱的 大概現在溫度是28度 不錯不錯 而且沒下雨 我們到池上了 這台車站很漂亮 沒有我剛剛搞錯了 我們不是要去資本站 不是要去我們剛剛是講哪裡 沒有我剛剛好像講錯了 我們現在是要從池上騎到波浪大道 出發吧 燈 那個牌子在那裡 好 這樣是在那邊 然後我們待會從這裡出發 騎到波浪大道 大概看Google Map是大概四公里左右 然後等一下從這裡出發 然後往這個到波浪大道 精神五度 然後看怎麼樣繞回來 我們現在從池上車站 然後要往波浪大道出發 我好像掌路到第一次來波浪大道 然後這邊就是中山路 我們要往197線道 然後左甩應該一直騎就到了 其實蠻近的 看起來只有四公里 十分鐘左右 看到這個牌子 就是代表我們現在在197線道上 這邊還有一個腳踏車道耶 我們現在就一路狂飆 到波浪大道吧 舒服 真的騎車很漂亮 好適合 騎一個大圈喔 等一下如果時間OK的話 我們就繞一個大圈 現在來波浪大道 現在很多人來路上 開著很多觀光客 果然跟剛剛外面不太一樣 超級漂亮 好誇張喔 第一次來波浪大道 這裡實在有點太美了吧 好誇張 完全沒有人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往 那個 金城武術前進 現在就在波浪大道上 其實很美 我們第一次來 到了 原來這裡才是金城武術啊 所以如果來 金城武術的話記得 這邊有個最佳拍攝景點 要從這邊拍比較漂亮 如果你們是自己坐車來 應該可以坐到 我們剛剛是坐到池上站 然後過來這邊就可以 看到 沒有多遠 我們騎車大概 四公里而已 快十五分鐘吧 很快就到了 然後如果你是開車 附近 超級多租腳踏車店 就可以租 像 那邊很多人在騎的那種 就是 協力車 然後就可以騎來這邊 拍個美照 好啦 那我們繼續去騎車吧 Go Go 其實這沿路超多棵樹 我覺得都可以當金城武術啊 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環線上 然後 應該繞一繞就可以回到火車站 我們就往火山翻回去吧 這裡大片應該都是種 慈喪米的地方 覺得很帥的是 因為這裡大片灑農藥或什麼 其實有點太大了 所以這邊是用空拍機在灑農藥 超帥的 可是剛好他們剛剛已經收工了 所以拍不到 蠻可惜的 那我們就 往 時尚車站 就幫他們騎回去 出發吧 我隊友都不見了 趕快去追他們 我現在騎 我學生的一台鐵車 超帥 超好騎耶 騎起來超舒服的 然後我們現在交換車 而且剛好它也是LOOK系統 所以剛好可以跟它做交換 但所以不能亂騎人家車耶 一騎就不小心覺得 我的車怎麼騎起來 覺得這車騎起來比較順一點 真的比較多力量都放在上肢 它就不太需要 屁股就不會這麼不適 踩起來就蠻舒服的 但它設定真的就是跟 登山車 就公路車有點不一樣 這有點難爬坡 我覺得慣性比較難起來 但慣性帶起來之後 就會很順很好騎 蠻酷的 我的車在後面 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去博朗大道騎車的過程 總距離30公里 慢慢騎也蠻舒服的 所以推薦大家如果你們住的是台東市區啊 其實可以這樣跟我一樣就是坐火車 然後來池上站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過去博朗大道蠻近 然後再繞著它的環 環什麼?環池上的腳踏車道嗎? 蠻舒服的 好啦,就推薦給大家 池上超漂亮 博朗大道 第一次來 以上就是今天簡單的Vlog 喜歡今天的影片會有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喔